华联市公所2021海事生活节第三场的海洋体验营 26号上午是带领着学员从美轮溪出海口下水 体验华独木舟的乐趣 市长温嘉贤表示 这次突破了很多的法令限制 成功带领民众可以下水亲近海洋 透过与海的接触 希望可以传达海洋保育的观念 华联市公所2021海事生活节第三场的海洋体验营活动 9月26号带领着学员来到了美轮溪出海口 将展开独木舟体验 市长温嘉贤表示 这次突破了许多法令限制 成功带领民众下水亲近海洋 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花莲不一样的面貌 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我们特别在安排今天 有好几场次的一个下水的活动 那下水是在哪里下水 在我们美轮溪出海口 那有独木舟的一个下水 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着 独木舟滑美轮溪 那这次我们是在 独木舟是在出海口的部分 来体验一下花莲和海之间 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致 那过去授予法令的限制 无法让一般的民众能够亲近海洋 亲近水域 那我们今天也是透过法令的部分 都把它逐一申请到变成合法的部分 让所有的参与的学员都可以直接亲近到海洋 也希望我们跟海洋这么近 希望不要被法令所约束到 让民众不了解我们花莲的一些人文海洋 跟非常美丽的景致 也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唤起大家对海洋保护的意识 活动首先由专业教练解说 独木舟的装备用途还有安全教育 接下来全体学员移动到美伦溪出海口 并且扛着装备慢慢下水 大家先适应水流水温 并且做了基础练习 接下来教练就带着学员们滑向出海口 挑战对抗海浪的冲力 也享受在海边滑独木舟的极致快感 更感受到花莲面对海洋的壮阔景致 市长温家权表示 未来就要安排更多海洋河川的亲近体验活动 让乡亲能够感受到花莲河与海的魅力 介络会幻视报道